一开局就是范贤被严冰云被刺 而范贤这是在假死脱身 所以故意和严冰云演了这么一出 原因就是因为范贤出使北齐的时候 发现了二皇子和李云锐联手走私的秘密 所以二皇子必须杀了范贤 他利用滕子经的妻子 还有范思哲费界威胁 范贤不得不假死脱身 回到了京城 范贤的死讯传到京都 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庆帝 范贤 陈平平都被惊动了 若不是后面发现范贤还活着 只怕二皇子必然得遭殃 只是范贤假死还离开了使团 回到了京都 却是欺君之罪 好在有着陈平平的帮忙 范贤才见到了庆帝 庆帝也算是默许让他假死 不会追究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明说 范贤离开皇宫 找到了太子 想要利用二皇子和李云瑞联手的事情和太子合作 皇太子自然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和二皇子本就不对付 而抱月楼也成为了最为关键的地方 这一场对局 其实才刚刚开始 就剑拔弩张的 滕子经的妻子和儿子 被送去了抱月楼 所以范贤也想方设法进入抱月楼 期间还遇到了老金头 老金头女儿被逼良为娼 他更是被抱月楼害死 范贤想要为老金鸣不平 而范贤想要了解抱月楼的情况 最后在王启年的妻子的提醒之下 见到了桑文 不得不说 桑文这位花魁生得极美 而他只是抱月楼中众多花魁之中的一个 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桑文出奇的配合 而范贤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之下 找见到了抱月楼的老板 就是范思哲 而他才知道二皇子算计了他和范思哲 范思哲根本就不知道 圆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更不知道抱月楼做的事情 有多么的伤天害理 更加不知道 自己随时很可能为自己和家里招来祸患 而范贤也在社局 他利用王启年假意投诚 让二皇子率人来抱月楼围追堵截范贤 同时又因为和太子早就合作 之后太子率领府衙的人感到 利用圆梦和李鸿城的关系 让二皇子离开 其实这里很令人不解 范贤假死欺君 即便是圆梦和他有关系 同样影响不了范贤的死 毕竟和逼梁为娼 草菅人命相比 他和李云锐联手走私的罪名更大才对 为何他不让范贤坐实罪名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圆梦还有另一个身份 他不仅仅是抱月楼的大掌柜 而且原著中 他还迁徙的是江南的官场 非常重要 二皇子对付范贤还有别的方式 那就是范思哲 范思哲是抱月楼的老板 所以完全可以借此拿捏范贤 只是二皇子甚至是范贤都想不到的是 抱月楼远不止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人身份极为神秘 这个人就是桑文 也就是之前求范贤帮自己离开抱月楼的人 桑文真正的身份 其实是陈萍萍的人 她是陈萍萍培养的暗碟 精通英律 容貌更是极美 她出现在抱月楼 被范贤看重 原著中 她是先认识范贤 之后被陈萍萍培养 帮助范贤执掌抱月楼的 可是剧版很显然不是如此 一来是因为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就被培养成为暗碟 必然是长时间的训练的结果 而且范贤通过王启年找到她 一下子猜出了范贤的身份 对于范贤这位已经死了的人一点也不害怕 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娇弱的女子 这很显然太过于不正常 除非她早就知道了范贤没死 而且还会去抱月楼找她 总之凭借这两方面就能证实她就是陈萍萍安排进入抱月楼的 唯有如此才更为合理 陈萍萍做事可以说真的是太过于可怕 十几年前就开始算计萧恩 先算计别人几十步 能够先二皇子一步带走王启年的夫人和女儿 自然也能察觉到范思哲被二皇子的人盯上 所以提早在抱月楼布局并不意外 直到后面桑文的真实身份曝光 范贤才知道陈萍萍的可怕 早就帮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安排桑文进入抱月楼 抱月楼目前还是圆梦掌控 而后面她和二皇子身份曝光 范贤去江南 智斗明家 最后杀原金梦 抱月楼后面被范贤交给了桑文 而桑文也把抱月楼经营成为了最为重要的情报机构 成为了范贤最大的助力 这也是陈萍萍留给范贤最为重要的一颗暗棋 二皇子在第一季中一直都是一个有趣的人物 从最开始慵懒的性子 权力 冥望 似乎一切都提不起她的性质 不爱穿鞋 爱吃葡萄 喜欢蹲着说话 似乎都构成了二皇子第二锅当的形象 那是什么导致了她性格的巨变 被迫成为了太子的魔刀石 而又是什么让她成为了最悲情的人物 这就要从她的出生说起 二皇子李承泽 宫中那位爱看书的书贵妃所生 从小便有了过人的心智和才华 在范贤还未入京都时 她是被庆得寄予厚望的老二 十二岁 庆得夸她贤德兼备 将来做亲王委屈了其才华 没错 庆帝从老二十二岁 就开始为了后面的皇位之争 开始布局 十三岁庆帝封李承泽为亲王 十四岁庆帝准许老二有开辅建崖之权 可以交纳群臣 可谓谈笑有红儒 往来无白丁 这也算是奠定了二皇子的政治基础 十五岁出入御书房 旁听朝政决策 此等待遇 所有的皇子里只有太子 可与其相提并论 在庆帝刻意的溺爱与厚望之下 培养了老二的政治野望 李承泽也对自己的未来信心满满 直到范贤入京都 老二开始走上了他的失败之路 在第一季中世子李鸿成的诗会 范贤痛打郭宝坤 梅之李左右为难 而后牛兰街刺杀范贤 殿前背书 以及庆帝家宴等名场面 二皇子均有参与 而在原著中 老二与范贤的会面非常晚 是在春围会考前 才在世子李鸿成的牵线下 正式露面 与范贤初次的见面 约在流经河畔雅治的一座小船上 会面过程愉悦 不谈国事 只谈风月 两个人端的是文人雅士的座派 实则上各自九驱回转的鸿门宴 二皇子是一个水晶般的人 范贤如此评价道 而后范贤入北齐 返城前 听闻京都三大喜讯 其中就有二皇子 被赐婚迎娶夜仲之女夜灵儿 而世子李鸿成 也被赐婚迎娶范弱弱 这两项赐婚 在朝堂眼中 直接讲范贤话 入了老二李成泽的阵营 等到范贤从北齐返回京都后 彻查崔家 意图用崔家的银子充足国库 由于世子李鸿成 总爱在一旦居宴请范贤 范贤便怀疑 一旦居老板崔家 与二皇子的真正关系 而阎兵云的调查结果显示 每年内库在北齐与东夷城走私 获得的最大一笔银子 都通过明家与崔家之后 给了二皇子 这代表着长公主背后支持的 其实一直都是老二李成泽 至此 范贤一指奏折给了庆帝 庆帝回闻 让范贤耐心等待 或许是因为牛兰山刺杀案 让范贤耿耿于怀 范贤等不了了 通过为庆帝揽钱 以监察院的名义 向各路官员收取保护费 同时也是为自己立威 二皇子一党 当然坐不住了 于是让督察院上奏弹劾范贤 左都玉史赖明成率先发难 殿前状告范贤贪污受贿 却被范贤轻松化解 反倒自己被打三十大板 因此二皇子一党主动求和 老二派出贺宗伟 前往范府当面道歉 因为之前贺宗伟搞掉了范贤的老丈人 小范大人有仇必报 所以范贤故意羞辱他 踹了他一个屁股堆 而后二皇子布局抱抱月楼 想拉范家下水 经过李鸿城牵线 缩使三皇子与范思哲 入股抱月楼 这哪能瞒得住小范大人 从而有了范贤与老二的 明场面对话 范贤为了保全自己 徒弟叶莲的婚姻 奉劝二皇子悬崖勒马 不要再与长公主狼狈为奸 此外 只要二皇子答应自己的要求 他可以保李承泽一辈子 做个潇洒王爷 心高气傲的老二 哪里受得了范贤这种怜悯的要求 老二相信自己的谋划 只要范思哲在 范家就跟抱月楼脱不了关系 小范大人见老二执迷不悟 当机立断 直接送范思哲去了北齐 老二一看傻眼了 但又生一计 找证人来污蔑范家 可惜忘了监察院的手段 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八家将之一的谢必安也折了进去 这一局二皇子溃败 庆帝最后收场劈骑 品行不端 将决 闭门思过 休得六个月 老二当然是不甘心 后面迎娶了军中大佬业重的女儿叶莲 变相地掌握了一部分的军权 而叶莲又是范贤的徒弟 小范大人察觉了老二亡我之心不死 于是动了念头 想了解老二当太子的政治美梦 于是借雪谷刺杀案后 给自己立威 一举扫除了老二的八家将 逮捕了齐门客 一年后 范贤霸气警告二皇子 你要是不想放手 我便打到你放手 二皇子憋屈离场 但二皇子背后 还有叶家的定州君 和一位大宗师的根基 断然是不肯甘心的 而后京都雷雨夜 长公主与太子的不伦之恋事发 庆帝大怒 长公主被幽禁 太子发配南照 而二皇子因为背后是长公主的扶持 在府中惶惶不可终日 最后 庆帝故意前往大东山祭天 给长公主和太子谋反的契机 二皇子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欣然答应 可惜 天算不如人算 最后时刻 老丈人夜中反谁与范贤保住京都 宋姑之三人走上绝路 二皇子被幽禁 等待着大东山之战回来的父皇 决定他的命运 可骄傲自负的二皇子 宁死不接受失败的角色 他一如既往地吃着葡萄 与范贤相对而坐 他谢过范贤之前的真心劝告 而后 他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总结 他满是愤怒与不甘心 他愤怒于庆帝对于范贤的偏爱 不甘心于自己作为一个磨刀石的命运 从最开始的 被庆的一步步推着向前走 当他羽翼见风之时 他觉得自己 就是该成为那个位子的人 而不是一块磨刀石 他博学多才 得明星 那群臣 手下又有八大家奖 有长公主背后的财力 有叶家的定州君 李承泽不甘心 所以他要争 可惜他遇到了范贤 帝王的偏爱大过一切 这简单赤裸裸的真相击溃了二皇子 那个他自以为爱过他的父皇 原来从始至终止是把他当作一个笑话 一个弃子 怎能不恨呢 字符的毒药已然起作用 二皇子就是一口黑血喷了出来 范贤再一看 李承泽已然双眸失去了色彩 李承泽短暂地骄傲地如抛物线的一生 就这样结束 被迫陷入这夺敌的河流 失了邪缺 再也无法上岸 死后的二皇子蹲坐在他的椅子上 那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不肯明目 而何以明目呢 而皇宫里的秋风 吹落了那一纸遗书 一身傲骨的李承泽 给自己的父皇留下了最后的祝福 是醒目的四个大字 观寡孤独 老儿无妻是为官 君灵天下无一人清静是为寡 丧母独存是为孤 老儿无子是为独 那个位置高处不胜寒 孤家寡人的滋味很少有人能体会 可惜李承泽至死都没明白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下辈子造一个宁静淑雅的书院 做一个自在看书听取 有葡萄梅酒夜光碑的闲散王爷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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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恨 这个宁静淑雅你